哈囉 今天跟太太下班趕緊衝來電影院看蝙蝠俠 電影片長長達三小時 所以一定要準備一些零食甜點還有飲料 我們準備了爆米花可樂還有魷魚絲 看完這個版本的蝙蝠俠 心得是很像偵探版的蝙蝠俠 城市一直下雨的夜晚 骯髒的街道 吉他播弦配樂非常的凝重 整個胸口悶悶的 創造一種空氣都很沉重的高彈式 即使沉重這高彈式卻非常的迷人 電影觀賞過程一直沉浸在電影的世界 完全忘記自己坐在電影院觀賞 那個現實的自己 蝙蝠喜歡夜晚在黑暗中棲息 一片漆黑的建築物 陰暗的向內 車燈反射下如果沒有仔細看 也不會發現黑暗中有物體在觀察犯罪 黑暗讓罪犯不被人看見 也不會被神之遺法 比犯罪更深層的黑就是面具私行者 黑色正義也讓罪犯擔心掩護犯罪的黑暗 時時也須小心狂脆在後的恐懼 白話意思就是說當你在犯罪的時候 小心黑暗中蝙蝠俠看著你 也準備把你抓進警察局 夜晚漆黑的場景利用微弱光線的折射 整部電影重現美國漫畫把蝙蝠俠塑造出只有黑白的美學 黑白可以陰柔也可以暴力 影片中運用大量的黑色 代表高潭是深陷犯罪迷改 黑夜接到微弱的燈光也代表微弱的希望 紅色代表改革崛起下定決心之意 原本迷茫的面具私行者決定成為城市的曙光 心智也確定從此不再迷惘了 福爾摩斯跟華生隨著劇情一起抽絲剝繭 慢慢解謎尋找下一個線索 尋找真正的犯人 整個推理鋪陳非常的棒 大量的線索從牆上 從簡報 從影片 從語言 從信封卡片 觀賞電影時處理大量的線索 哪些線索有用 哪些沒用 目前手上的線索有哪些 蝙蝠俠在犯罪現場不斷地刪減手中所握有的線索 來推銷犯罪者真正的訊息 觀賞影片三小時不斷地思考 看完真的覺得頭腦好累 布魯斯維恩還沒有成為蝙蝠俠之前 只能算是戴著面具的異警 在警察眼中他是怪胎 戴著面具偵查犯罪的怪胎 這個版本的蝙蝠俠卸下主角光環 城市動作穿梭比較笨拙 打鬥卻非常的流暢好看 感覺很接頭也很硬派 很貼近我們的生活 卸下主角光環的蝙蝠俠 也跟我們一樣只是個人 他不再運用重裝武器掃蕩 也沒有阿福黑科技的加持 有的只是打一拳 然後被挨一拳 蝙蝠俠不再有如不死神 他比較像個有血有肉的人類 被打會痛跌倒也會扭到 這樣貼近我們的蝙蝠俠 更容易讓我們沉浸在他的世界之中 蝙蝠俠有兩個面 他是布魯斯少爺身份時 就是個頹廢少爺 對生活莫不關心 冷眼旁觀 給人一種孤傲叛逆的個性 在戴上面具成為蝙蝠俠時 身形高檔內心溫柔 機智勇猛逞肩除惡 或許戴上面具後 才是少爺真正的自己 看完這部作品片長三小時 感覺非常的好看 推薦給一樣喜歡蝙蝠俠的朋友喔